连日来,中国南方多省暴雨成灾,引发洪水,水淹街头,但湖北汉川街头近日却出现血红色的血海,场面骇人。 6月28日,湖北汉川有网友发布视频称,暴雨过后,汉政福庄城附近的马路上出现大面积红色的积水。 从红日、红月、红色天空,再到血红的水,引发关注和担忧。 血流成河,大凶之兆啊,到处都是一项,老天给的警示不少了。 出埃及记里写过,实在之一血灾血流成河,就在今年4月,湖北武汉城县一项,天空一片血红色。 网友看到纸,让人毛骨悚然。 也有不少网友调侃,苏丹红,幸福红,中国红安全可引用可防可控,不影响环境。 也有网友猜测是染料泄露。 果然,之后有服装城负责人回应,是某一家的染料从三轮车上掉水里了。 出埃及人,尊与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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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补棒的流水。 平均航运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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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